小伙子刚才说 你对他很好 对 其实我觉得你对他 不是那么的好 甚至有点不好 我只想问为什么 我告诉你为什么 因为其实一个人 对另外一个人的好 首先是尊重 尊重他才谈及 我是否爱他 对他好 但从头到尾 我觉得你不尊重他 如果一个女孩子 穿着漂亮的裙子 就是为了让 别的男人喜欢 那天下还有 美丽的女人吗 你这么说他 我觉得特别不尊重 如果一个女人 在社会上求发展 就要避开 和男人的交集 这是一个 爱他男人的表现吗 你不尊重他 你刚才好几次 说这样的话 我都挺生气的 如果你连 起码的尊重都没有 你有什么资格 说爱他呢 好 因为你年轻 我姑且认为 你是找不到爱的方法 你不知道怎么爱他 但是你不能用 这样的方式 方法去说他 这是一 我觉得你对他不好 二 你要爱他 就应该和他同频 努力和他 共同成长 而你也没有做这些 你只是在 盯着他跟谁说话了 他酒店里 是他一个人 还是有别人 这些要对他好吗 这些只是满足 你自己的占有欲 所以我说你对他 不够好 但是反过来 你想对他好吗 我想对他好 对 这个我也认可 你也想对他好 但如果想对他好 就要找到 正确的好的方式 那就是共同的成长 女生其实你也有 纠结的地方 也有我不认同的地方 其实一开始 他在讲述这些时候 我在想这么一个 上进的女孩 看上她什么了 后来我明白了 你心中其实认可的 就是她这份 可能爱得不得法 但是真的喜欢你 可能寻求安稳 但是真的这个安稳的生活 是想和你一起 你看中的就是这一点 那你为什么不调整一下 你的步伐 你不能又再责怪他说 你怎么那么不求上进 又再说 哎呦 这样一个稳定 他是男人挺好 值得我托付 所以我觉得 你也应该去调整 你的脚步 给男孩子建议是 努力吧 人生就这么一回 该用力的时候去用力 能精彩的时候 我们就去精彩 女孩子建议 其实稳定 也是你心中的渴求 不要错过这个 可以稳定的机会 等等她的步伐 共同成长 谢谢